好的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 今年三月以来的贸易战之声充斥各方媒体 而美中贸易战的说法更是不绝于耳 有西方分析说 随着美国对中国 欧盟和加拿大等的相关产品加征关税 川普总统颠覆全球贸易体系的威胁 从虚张声势演变成了鹤枪实弹 那么究竟什么是贸易战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是否已经开打并且正在进行 美中贸易战的关键在哪里 中国斥责美国搞贸易恐怖主义 是对症下药还是虚晃一枪 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 一位是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 节目现场的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 我们欢迎夏博士 好的 另外一位是经济学者 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 秦先生通过skype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参加节目讨论 秦先生您好 好的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 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 400120551 与此同时你还可以通过VOA卫视 在YouTube的网上直播来收看 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想问在演播室的夏业良博士 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中国政府是说美国总统川普 美国是在对中国进行贸易恐怖主义 那么我想问问你 就是贸易和恐怖主义 这两个是不同的专业 把这两个不同的专业 杂交在一起 那么有没有它的这个道理 还有它的用意何在 我觉得这一种指控是毫无道理的 因为我们知道自由贸易 是建立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之上 所以国与国之间 因为贸易的不平衡 尤其是长期以来 出现的这种贸易逆差 它造成的原因 除了贸易结构本身的问题以外 还有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多年来不思进取 把这个人们给予的一种优惠和帮助 看作是理所当然 习以为常的东西 把这个过去所做的承诺都丢得脑后去了 比如说加入WTO时候做出的承诺 以及过去在90年代争取得到美国永久性 最惠国贸易待遇的这些承诺 都已经弃之一边不去兑现 这种做法本身就是破坏了这样一个贸易公平的基础 所以我觉得根本谈不上什么贸易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深造活捏的词 好的 谢谢夏教授 那么接下来我先请问这个秦伟平先生 那么就像现在我们屏幕上出现的这一段话 就是这个中共的说法 那么他说的全球化发展到今天 任何一个懂得市场规律 明了世界大势的大国领导人 都不可能做出对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关上大门的荒唐行为 更何况在上海臣服数十年 深懂交易艺术的川普总统 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 中共方面的这样一个声明 我觉得这个表态 当然它是做给国际社会看的 中美之间他们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其实表现得非常明显 美国之前把中国当成一个贸易伙伴 对中国是有相当的一个信任关系 其实是帮助中国发展经济 他希望中国整个社会朝着一个更有序 更贴近西方普世价值文明的这个方向去发展 但是这个三四四年来 中国发展可能是与当初的愿望是背道而驰 所以美国把中国已经从贸易伙伴调整到一个战略对手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发生这样的一个贸易战 或者宣战也好 或者即将开始的越来越激烈的贸易战 其实是非常正常的 中国确实在相当多的方面 并没有履行当初加入WTO的承诺 然后中美之间两国的贸易金额是非常大 然后双方加起来是有6000亿美元 然后想找一些问题 找中国的毛病实在太容易了 所以中国这样好像在喊冤 我觉得这种喊冤 可能并没有能激起国际社会的一个同情 那认真地去对待美国提出的问题 然后寻求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可能是上策 谢谢 好的 谢谢秦先生 夏教授呢 事实上我想问您 就是说 事实上昨天的纽约时报有出了一篇文章 那么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关于贸易战的概念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贸易战 那么有说法呢 讲现在美中之间已经在打贸易战 这已经开打了 我们就在这个中间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这个贸易战的其实还没有开始 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究竟什么是贸易战 在学术上 目前还没有非常严格的贸易战的定义 但是现在一般认为 就是说当一方提高关税 另一方进行报复性的措施 然后不断地升级 然后双方除了这个关税壁垒以外 还有非关税壁垒 所以各种招都是用上 这就是贸易战的开始 而我认为现在贸易战已经开始 好的 谢谢您 接下来秦先生 我想问问就是说 您对这个问题的解读 您觉得现在这个中美之间 是不是就处在贸易战的这个中心 像我们刚才讲的 已经在这个交火的这个中心状况了 对 我认为中美美中贸易战 其实已经开打了 因为贸易战可能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 有人可能觉得说是 以正式比如说到7月6号 那个正式实施那个互加关税的那天 开始算还是说从战略上比如说已经有贸易战争的预警 或者说这种宣战行为 我认为这个预警和宣战行为已经过了 从正式的宣战开始其实已经是开打了 因为最终的结果有可能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有可能中国现在到7月6号之前 可能还有些双方有没有时间 就是半个月时间会不会有谈判 然后最终中国做了巨大让步 然后美国得到非常多的实惠 这样子就是告一断乱也不一定 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开打了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那么夏教授我想问您 就是事实上的这个我们也一直在问 川普对中国发起这个贸易战 当然还有其他国家主要还是中国 那么他所遵循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思维方式 首先他觉得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遵循这个平等 互利的这个原则 也就是公平贸易 如果己所不欲那就要勿施于人对吧 那为什么这个中国是单一的标准 对自己这么多年来没有这个真正的承诺 真正的去履行过去的承诺 所以这方面做得很不好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现在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常态了 就原来是一个不正常的 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给中国一个宽限期 希望他能够早一点进入到正常的轨道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没有进行到正常轨道 所以这个就没有办法再给予更多的宽限了 好的 那么秦先生想问您就是说关于这个贸易战 是美国他想获得他自己想要的 那么他通过这个方式能不能得到他所要的这个效果呢 从目前来说还有待观察 因为美国战略上他希望说通过这个贸易战 然后大幅度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 同时对于中国在某些领域侵害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 这些行为有所遏制或者打击 在战术上他其实现在是在一个可以说是宣战加恐吓的这样一个阶段 那如果中国认怂了然后马上就跟美国再大幅度让步谈判的话 那美国可能可以宣告说短期内很容易就获胜了 但是目前还有待观察 中国有可能也会强硬的去回击 因为如果只是从第一阶段 比如说双方各5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的话 我觉得第一阶段双方都能扛过去 所以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刻 他们可能不见棺材不掉泪 所以还不太会马上真正的回到谈判桌 然后做去巨大让步 所以说美国如果要真正赢的这个贸易战的话 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 这样子可能双方的损失和输货可能会更大 谢谢 在我看来这个贸易战是一个长期的博弈 它不会说很短一段时间就停了 它是一个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所以这个可用的砝码很多 你像美国除了301条款201条款 双反倾销的调查等等 这些方面都是可以用这个 另外还有很多非关税壁垒的方式 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 那么很多方面可以制裁中国 比如说芯片这一个问题 商务部只要宣布停止向中国提供芯片 这对中国就形成了压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可能不是短期内能够结束的 不仅川普这个任期 川普有可能连任 也有可能就是由其他的总统 比如说民主党的总统接任有人说中国政府就指望换一个总统 但实际上即使是民主党总统上来也未必会放弃这样一场贸易战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到就是这次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国会中 为什么能够取得高度的一致 所以这个跟中国近年来所推行的国际扩张战略 它的一些做法是有着内在相关性的 包括中国的一些做法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 也威胁到了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迹象表明 中国的渗透对美国造成了实质上的危害和潜在的这种威胁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大家高度一致的来对中国进行这样的严厉的制裁 我相信除了经济贸易方面的层面的含义以外 还有其他层面的就是战略和整个国家安全 事实上他就是说也是一种醉翁之一不完全再久的这么一种做法 那么关于这个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之后 对美国所产生的后果 那么其实他这个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是非常的低 但是也有一些人说这个是不是会问会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 结果结论应该不是 那么他对美国经济会造成多么大的一些伤害呢 因为美国的贸易程度并不高 大约12%左右 而中国去年2017年的贸易程度高达33.6% 所以你可以看出即使贸易战逐步升级 对美国所造成的影响 可能就是对一部分消费者 中低收入消费者的消费者剩余会发生减少 但是其他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么说到这个消费者 对消费者的影响 对美国的消费者我们来说有点影响 但是对于中国的消费者 其实是不是一种适得其反的 对他们是有相当的正面的效果的这样一个影响 那对中国消费者来说就减少了商品挑选的这样一个范围 那可能要买进口的商品价格就更高了 这个是贸易战带来的后果 但是呢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这些消费者可以出国 在通过旅游的时候去消费 在过去这种这几年也是逐渐上升的 那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如果是那是指到这个贸易战如果是达成了这个一致之后 中国是统一降关税之后 那么中国的消费者才能获利 对对对如果而讲双方都大幅度降低关税 那么最后呢给消费者 尤其是中国的消费者会带来非常大的消费者声誉 好的谢谢您 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 他们有什么话要说 然后我们还会分享互联网上的这个评论 我们有相当多这个评论 首先呢接电话第一位是天津的李先生你好 请讲 就是说贸易战必须选择一个有利的场所吧 对美国对等征收惩罚性关税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完全可以用人民币贬值的方式来对冲这个美国的关税吧 这样一方面可以把贸易战控制在可控的范围内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以赢得更多国际的支持吧 显示中国以德抱怨 另外呢就是说必须尽快整就是现在的股猜 因为贸易战归根到底是这个意志的较量 如果这个股灾不能够拯救的话 贵战先败啊 那么中国的明星士气特别崩溃了 那肯定贸易战也没办法打下去了 必须恢复七加零 停止发行新股 停止大小飞减持 然后呢就是说撤换这个臭名刀主 现在股民非常厌恶的这个刘志宇吧 让这个德财兼备的这个李晓峰同志 来担任郑监会主席 振奋明星 相信伟大领袖习主席 一定可以担任我们 谢谢你 谢谢山西的李先生 好的 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王先生 你好 就是你们老是说什么 中国不够开放 然后所以才发展的不行 那简直胡扯 那台湾都开放几十年了 越开放越落后 好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 请不要用这个粗鲁的语言 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 发表评论 接下来一位是河南的李先生 你好 我是河北的李先生 您说 对不起 河北李先生 好 请说 我觉得这个 姓夏的这个朋友吧 总是用这个 中国政府所有的一些措施 或者是所有的一些 对外的宣传 他总是用恶意的 这种想法去解读 好 谢谢河南李先生 谢谢河南李先生 没有看到我们的嘉宾 用恶意的这个说法去 我看成他用恶意来解读我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个网友的评论 也非常多 第一位是张帆 以中国现在的经济现状来看 在未来的十年之内 很可能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贸易战上 中共只是口炮厉害 而没有好的这个反制措施 就决定了 最终中共一定会 以妥协来换取经济的稳定 我们等会会请两位来 这个做一些评论 是不是中共会以妥协来 换取经济的稳定 那么接下来一位是 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 必须支持贸易战 军事比不了美国就算了 经济还干不趴美国 还玩什么 接下来一位是核燕 股市暴跌 汇市暴跌 房价暴跌 中共三项收割 接下来一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 国际上经济崩溃了几次 中国哪次被影响了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评论 我们可以来评论一下 接下来一位是傅政辉 自从川普总统团队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美中之间所爆发的就不仅仅是贸易战 而是一场21世纪的新冷战 它的涵盖的范围 包括了意识形态 政治经济 军事各层面 好 由于非常的长 我下面就省略了 接下来一位是张云 他说中国人消费进口产品的比例很低 涨价也不会太影响基本民生 进口车价本来就没有竞争力 加税就加倍 没钱的 该不买就不买 有钱的也不在乎这一点钱 下一位是SLK 川普总统砍掉中共的财路 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当前中国人心思变 弱化中共的力量 能够催生中共的变革 下一位是引渡 他说川普这一战打得太漂亮 多少中国懂得势力的老百姓嘴上 不敢说内心实际 就是盼川普能打赢这一战 接下来省略了 下面是姓王 他说贸易战 中共不会放弃自身的利益 最后会负担到老百姓的身上 这是中共对抗的优势 美国的优势 那就是地球的第一强果 真正打起来是两败俱伤 接下来一位是纳西田 他说中共对美国发出了 进行贸易战报复 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 维护国家的合法利益 和维护人民的利益 好 接下来的省略 接下来一位是玉玺 他说我好奇的是 贸易战成功了 会不会变成中共的柏林墙 当年柏林墙被拆 打破了苏联共党管一切的 苏联党管一切的神话 让人们看到了即使共产党也有低头妥协的时候 接下来一位是川 他说美中贸易战的关键在于 专制独裁极权对中国 利用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 和进入WTO国际贸易组织 对全世界的各国进行了经济侵略 和肮脏的不正当手段 进行了不正当的贸易 那么这个跟川普总统的想法是一致的 接下来一位是Alex Liao 他说美国人既然认为自己 吃了亏不买中国货就不行了 那你不买怎么会出现逆差 美国人总觉得贸易吃亏 其实中国人也跟着 也觉得跟美国贸易吃亏 因为挣了钱都买了美债 另外利润都被美国人拿走了 好的 接下来我不念 以上的就是各位网友的评论 那么首先请问 在这个Skype上的 秦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好 谢谢 我知道社交媒体上 有很多中国的公众 也在关注这次美中贸易战 很多人有一种想法 认为说美国对于中国施加强大的压力 甚至惩罚中国政府 那可能会让中国政府妥协 甚至说把中国带向一个 他们期待的自由民主的 这样的一个前景上去 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预测 可能过于乐观 我们先来分解一下 中美贸易战对于两国的一个影响 从表面上来说 从2017年的数据 美国出口到中国是1300亿美金的产品 中国出口到美国是5052亿 应该是 对 5052亿 那双方的贸易差额是3052亿 看起来是3752亿 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但实际上来说 如果了解中美之间的一个产业结构的话 那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 基本上美国是一个买方市场 美国的溢价能力非常强 换句话说中国的出口企业 他们平均的毛利率大概可能就在5%到10%之间 是一个比较低的 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 因为美国比较强势 而且都是高科技产品为主 可能美国的溢价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美国的平均毛利率应该是远高于中国 从表面上贸易逆差的数字来说 中国好像得了很大的力 但实际上美国的利润其实并不少 那另外一个方面 美国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 有一些独资企业也有很多合资企业 那这些从这合资企业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也都算到中国的一个贸易顺差上面 实际上中国的得力可能没有那么多 那第三呢 我们知道美国的管理技术资金 人才的优势都是强于中国的同利企业 我们看到中国可能在美国有很多投资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在美国能赚钱的其实很少 除了一些个体的去炒房 或者买一些楼这样子 那其实在中国市场 这个庞大的市场 美资企业获利还是非常多 所以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如果波及到最后 就是全面开战之后 那美国它受损的利益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会大一点 但是美中之间这种贸易交战 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确实是有限 因为美国现在经济非常强劲 然后出口的确占的比重也比较低 只有12% 不会有大的动荡 可能会导致一些物价的上涨 我们知道今年 美国对于太阳能电子板 还有袭击加征关税之后 不是针对中国是全球所有的国家 那这样子 美国现在市场上袭击的价格 大概上涨了17% 那有可能我们可以估计的话 跟美国跟中国之间全面开战之后 美国的一些日常消费品可能会有一些上涨 但是这个上涨可以用美国经济的强劲的增长来消耗 比如说美国现在美联储的减税 美国政府的减税 美联储的缩表 然后加息都可以吸引很多资金来这里 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换句话说 不会伤到美国的一个根本 但是中国就完全不一样 中国虽然它赚的钱可能没有3752亿那么多 但是这些外汇上 因为它的外汇管制 这些外汇确实是一个顺差 让它有很多头寸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它现在在全球的这种扩张 一带一路 还有大量的采购 它变成它自己的一个影响力 如果跟美国全面开战 它跟中国这些贸易力 它大幅度下降的话 它很快就会显示到 它的外汇储备会非常紧张 然后它又没办法支撑它的人民币汇率 人民币可能会有大幅度的贬值 然后它在整个国际社会上的购买力 会大幅度的下降 那对于中国的国际的评级 还有它现在国家的主权债务 都有很大很大影响 这只是第一步 第二步 中国现在经济基本面本来就比较糟糕 如果说有这个外力的冲击的话 它可能自己的债务危机 可能就会全面的爆掉 那后面接着会引发金融危机 还有经济危机 这个是中国政府目前来说 是最头痛最头痛的一个问题 好的 而我们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样的这么远 谢谢你 好的 那么下节目我想问你 就是刚才我们第一位网友就说 这个中国它自己的情况 注定它肯定会要 最后是以妥协来换取这个经济的稳定 那么与此同时我还想问你 就是说这个西方的分析说 现在美国呢 就您刚才也提到 就是这个川普发动贸易战 不仅仅是因为经济的这个层面 它其实这个最翁之翼 可能不完全在于酒 那么事实上西方的分析说 现在中国给美国造成的这个危险 实际上是大于重现的 这个纳粹还有前苏联 那么这就包括现在像在网络方面 在这个太空空间这一方面 那么但是呢 川普用打贸易战这个方式呢 是没有办法让美国呢 再次伟大起来 你怎么看 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知道川普现在已经意识到 中国的这个全面威胁 刚才你也提到了 在宇宙空间 在这个互联网 比如说互联网 黑客攻击 各个方面知识产权的侵害 很多方面都做了对美国不利的事情 所以呢 现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列为头号敌人 甚至大于恐怖主义 所以呢 现在中国反过来说 美国实行的是一个贸易恐怖主义 这个就是想给自己找一些理由来借口 但是刚才讲到了 就是说这个中美贸易之间 这个之战最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对于中国来说 它现在如果主动的让人民币贬值 似乎按照过去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会减轻这方面的负担 使得这个贸易战的损失降低 但是从长远来看 这个是自毁 这个自身基础的一种做法 因为本币大幅度贬值 而且是一种长期的趋势的话 那么对它的投资环境 对它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的 所以呢 这个在贸易战的有一个某个阶段 如果主动的降低本币价值 可能会有利于这个增大出口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全方位的抵制 全方位的制裁 所以呢 靠这个降低价格 是没有办法来这个增加大幅度的出口 这点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方一方面 口气还是比较强硬 会不会妥协 我认为会妥协 口气很强硬的原因在于 中国政府一向是特别讲面子 它是希望那个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输掉理责 但是要保住面子 但是美国现在是步步紧逼 几乎不给中国喘气的机会 所以中国感到面子挂不住 它必须要回击 否则它没办法来维持 在中国公众中的那样一个强硬的形象 所以它是报复是必然的 但是私下它会做很多的妥协的方式 比如说现在已经向中国提出来 要向美国进行投资 另外又向美国去购买大量的飞机 这样的一个订单 现在差不多是150亿美元 还要不断地再继续增加 所以私下里边不断地暗送秋波 这叫暗送秋波 是 就不断地在示好 对对对 所以我讲这个表面的强硬是做给中国人看的 好的谢谢您 那么秦先生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说在您的分析中所看到 就是说如果是贸易战真的是全面开打的话 或者已经才开打 这是我们也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是没有办法招架 而美国是完全要 并不会对它造成多大的伤害 那么事实上西方它进一步的分析 就是比较这两国的领导人 川普总统和习近平 那么西方的分析也这么说 其实说川普总统他作为一个商议人 尤其是自由经济下的这么一个商人 他看到的就是说他下一单 能不能他的下一单这个买卖 能不能盈利 能不能赚到钱 但是习近平总统作为一个独裁极权国家的 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 他所心里想到的是 他所看到的也是未来几十年的 中国的这个经济霸权 以及中国未来的这个发展 要主宰国际秩序这么一个眼光 那么因此在这样一个 如果是视觉的这个比较之下 似乎川普总统还处于一种劣势 您怎么看 在两国博弈之间 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和中国这样一个专制独裁的制度 应该是各有优劣这样子 如果从长远的国家战略来说 中国可能是相对略占优势 但是从现在线下的这个美中贸易战来说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的权力非常大 但是他经常也会受到国会的掣肘 甚至去否决他的一些内容 然后如果说在谈判的过程中 川普提出什么条件 最后又可以被国会否决的话 那其实可以显示到 美国这边谈判的一个弹性 一个韧性 反而中国 他目前我们一起分析的到说 中国他维护他政府的一个强硬的形象 或者说领导人的强硬的形象 他其实很多时候没有退路 我们知道比如说政府出台一个政策 或者一定要跟美国是血拼到底的话 他很难自己找一个台阶下来说 我要再跟你谈 只能是悄悄的谈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未必有些观察家那么悲观 但是双方领导人这样的一个强硬的个性的话 有可能会导致一些谈判谈不拢 然后甚至崩溃 那最后结果就是我们叫贸易战失控 那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加全面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可能不一定真有那么强的能力 或者魄力去引领这个世界 他更关心的可能是 他自己在中国的一个统治的权力 他可能最关心的核心利益 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一个执政权 他现在想去引领世界 我认为他的实力其实差的不是一般的远 他其实在短期内或者在三五十年内 其实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来挑战美国 无论是美国是川普总统还是其他的总统 这一点他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谢谢 好 那么其实无论是 包括这个大陆地区 其实还包括这个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 这个执政权也是他们所向往的 那么另外夏教授我想问你 就是关于这个这次的这个贸易战 当然也就是 他其实他的外言还涵盖了一个朝鲜问题 那么西方的分析也说 就是说川普就是把这个贸易战 基本上可能是孤立的看待他 那么习近平是认为川普这么看的 就是属于头脑简单 其实不管是贸易战也好 还是朝鲜问题也好 其实都是在一盘起义里头 那么您怎么看 你看我们这个 就是川普跟金正恩会谈之后 金正恩又到中国来访问 所以说明这个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都到中国来 其实就是相当于这个建组子 向组子报告 然后组子为了夸奖他 可能奖励他会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所以为什么川普内心认为 是中国在破坏本来有可能成功的 这个跟金正恩之间的这种美朝和会谈 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到底中国把自己定位为美国的朋友 还是定位为自己的敌人 美国的朋友还是敌人 那么最近看了一个段子非常有意思 就是说过去中国是把美国当敌人 但是现在美国正式宣布把中国当敌人了 那中国又在抱怨美国不够朋友 所以说你自己都定位不清楚 你到底把美国当作敌人还是当作朋友 如果当作朋友的话 那么你私下里边跟金正恩勾勾搁搁搁 那算怎么回事 密谈 不断地在这个经济啊 军事技术上在进行援助 等于是在给这样一个邪恶的政权 提供这样一个执政的基础 那假如说你是作为敌人的话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可委屈的呢 作为敌人 美国对你已经够客气的了 是吧 那么就是说到这一点 刚才这个评论 他其实目的就是讲说 在这盘棋里面 那么川普你 这两个事情就是两个棋子 那么川普呢 只能赢得其中的一面 就是要不就是贸易战营 要不就是朝鲜问题营 你不可能两面都营 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我认为这两个其实是在一起的 是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美国在贸易战上 能够迫使中国低头 那么其实就是削弱了 中国的经济基础 中国的经济现在本身 由于逆市场化的 这样的一些行为 国进民退 打压民营企业 它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所以呢 我认为中国经济 现在是在吃老本 在这个啃老本还能啃多少年呢 恐怕啃不了太多的年 那么假如啃不了十年的话 那么朝鲜金正恩政权 指望中国全力以赴的去支持它 如果中国自顾不暇 比如说股市崩盘 楼市低迷不振 然后实体经济没有办法 这个增加 这个大幅度的实质性的增加 所以这样的话呢 中国经济 它就自己没有办法再保证 现在各个地方都在 出现群体性的抗争事件 因为习近平老是把钱那么慷慨的 在全世界大撒币 对自己的民众那么苛刻 教师受到亏欠 退转军人受到亏欠 各行各业都有意见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群体性的事件靠镇压 是不能够完全镇压下去 是 那么总而言之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就美国要把这盘棋局 两个问题都给通吃 还是完全有可能的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在经济贸易上 让中国低下头 那么对曹河问题的解决 是有直接帮助 其他的问题等于说 可以迎刃而解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享 很快的分享一些网友的这个评论 第一位呢 是天安门上太阳落 他说如果美国扩大 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的执行范围 将习近平和王岐山等人也列入 迫害人权国家的领导人 由此制裁他们在美的家人 那么贸易战节目 可能很快就会见分享 接下来的一位是005AW 他说今天的中共政权 至今还陶醉在自我吹嘘 愚弄人民的这个虚假谎言中 就连小学博士的习近平本人 都是对此深信不疑 根据此人以又恨又愣的性格 估计呢 他会正面的这个硬扛下去 接下来我就省略了 很多假意 他说呢 为什么川普始终对贸易逆差 这么看重 从而始终不放 难道是担心量变会导致质变吗 想请问嘉宾既然前期谈判 有所成功 那么川普这次加税 是不是有道义 接下来一位是Evil Romeo Evil Romeo 他说请问专家 如果美国出口到中国1500亿元 只允许中国出口到美国1500亿元 多的不让进口了 不就平衡了吗 接下来一位是Edwin Chen 中共把自由贸易作为工具 来争取物质利益 他们是真正的拜金主义者 强调不平的贸易 创造了中国模式 最后一位是韦帝 他说中国经济崩溃 中国人民不是不被影响 而是老百姓根本不懂经济 因为中共的独裁政权的 这个洗脑教育所致 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首先请秦文平先生 一个是做一个简短的回应 还有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想请两位都评论 秦先生您先来 就是说西方分析说 其实这次的贸易战 关键就是在于 中共的这个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才使得 中国和美国还有其他国家 这个贸易之间的不平衡 那么中共自身又把他这个举国体制 当做他安身立命的根本 他肯定是不肯放弃的 好 秦先生 对 刚才有个网友提到说 川普先生之前达成协议 现在又重新提出架码 其实跟川普先生的个性 还有一个谈判策略会有关系 其实这个细节 对于大国之间博弈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谴责也没有实际意义 还是中国还是要正常的面对 他们接下来的一个策略 那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贸易战 最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那跟美国之间 美国它的一个长远战略会有关系 那举国体制我们知道 它有优势有劣势 其实它所谓的举国体制 这根本的核心是 整个中国政府 它有能力把14亿公众的利益 未来可以绑在一起 或者说强行的绑在一起 那川普总统不管是他现在的共和党执政 还是说未来的民主党可能会执政 他没有办法把三亿美国人民利益绑在一起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美中贸易战美国占的优势是比较多 如果真的是伤敌一千 智商可能是没有八百 可能就两百这样子 按道理说美国肯定是要迎面会更大 但是实际上 中国公众在遭受很大利益损失的时候 没有办法去发生 去把自己的诉求表达出来 美国不一样 美国如果自身利益损失 比如说有20%的时候 可能工作都会有很多渠道去反映出来 所以这时候举国体制 它可能会忍耐性更强 然后博弈时间更久 谢谢 好的 最后请夏业梁恩博士来评论 举国体制的问题 举国体制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准确的说法就是专制体制 那么专制独裁 它当然是有利于集权 集权办事情效率比较高 但是对谁有利 显然是对同志集团有利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由于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 再加上美国民众 各个层级 各个比如说地区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利益集团 他们有不同的诉求 所以在美国决策的 这个决策过程相对也会长一点 但是有的时候 在这个比较重大问题上 总统有裁量权 决策权 所以我们看到的 现在川普当局采取了这么强烈 强有力的措施 来对中国贸易 这样一个主要的对手 进行了有利的制约和打击 那么现在得到了 应该说政界 学界的广泛支持 所以我觉得是顺应铭心的一件事 包括中国老百姓都支持 你看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那个评论下面 那么多都是支持美国的一些做法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非常感谢夏业良和秦伟平两位 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 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 都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 将继续关注美中贸易战 同时讨论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应该还是不应该 请您按时锁定 我是宇舟 祝您晚安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